什么是空明 空明就是 我们所生存的法界 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的一个空性的明体 所以你自己的发身 你自己的本来面目 父母未生我前的本来面目 和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和一切圣 所有的本体是同一个本体 这个就是什么 空明的发身 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不但你的本来面目是这个样子 释迦牟尼 包括这个阿弥陀佛 包括过去古佛 所有的诸菩萨 诸阿罗汉 声闻圆觉 还有蚂蚁 六道的众生 我们的本体 都是个空性大明的 金刚不坏的 这样一大实相 当光有空明不行 虽然叫发身见 是本来面目 但是你只证到这个 叫顽空 你知道一切本空 一切本明 你也证入了这其中 但是你不能利益 其他众生 所以是你不能真实地成就 暴身 暴身是在这个肉壳身 大家现在都有一个肉壳身 在这个肉壳身 要裂变 什么叫裂变 我们拿这瓶水来说 发身 就像这个瓶子里装的水 那这是发身 你把瓶子裂开之后 水会洒得到处都是 但是尽管洒出去了 还是发身 因为是什么 透明的 那么暴身是什么 暴身是裂变之后 有一个体不坏 有体不是无体 那这个体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瓶矿泉水 在冰箱里快速冷冻 冷冻之后 你再把瓶子的这个外壳切掉 大家看到的就不是 到处蔓延的水 而是一个什么 透明的冰陀陀 这就是什么 聚则能成形 十素众生 是你有发身 聚不起来成不了形 不能成金刚不坏身 是有成就金刚不坏身的原材料 但是你没有修成金刚不坏的 能聚合起来 而产生妙用的身体 说是你是凡夫 你只有发性 只有这个裂开以后 到处都蔓延的水 你有这个发性 有这个发性 那么你可以流转在六道 变成六道轮回之身 因为你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你没有炼成 只有炼成金刚不坏身的人 才不会再去六道轮回 所以这就是炼 炼钢的炼 一个火子边 和不炼的差别 那么密法 无论是东密 唐密 还是藏密 还是原来的 印度最古老的瑜伽树 它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方法 有发性 炼成金刚不坏身 这个体 这个叫报身成就 报身成就 是 感谢观看